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條影片主要是和大家看RTHK和吳秋北先生的花生 早兩天香港實行第一次行禁足令 某個區域 然後當中RTHK在區域派了物資 但不能夠煮食賓館也沒有提供罐頭刀和煮食工具 之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先生發文評論 說到潛伏起佐敦某賓館的RTHK記者 是以什麼目的去自由選擇政府提供的物資呢? 你搞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夠煮臉 有沒有開灌氣 這些都是政府的錯嗎? 欲家之罪何患無辭 蓄意誤導 是不是濫用暴力呢? 聯想到黑暴時期那張經典的照片 一眾媒體的鏡頭只是對著一個警察 謠言在這裡說是警暴 新聞自由不是搞分化擾亂社會 港台記者預設立場 喪盡專業 出政府糧拆香港台 已經成為了新聞界的敗類 現在來到這裡 相信是大家已知道的事件 然後去到昨晚 RTHK竟然是作出反擊的 大概就是不點名這樣去嚴厲譴責 吳秋北先生的言論 強調報道是事實陳述地說 我還說他們的記者一直堅持尊重事實 不偏不以忠肯地報道 他還有特別地 另外一句出來說 報道提及的內容為 本台記者獲發的物資袋 有五包積食麵 一袋通芯粉 四罐罐頭及一盒宿米粒 而賓館未有罐頭都及煮食工具提供 不敢說的 事件來到這裡 RTHK現在站硬 自己是事實陳述 而且是不偏不矣的 來到這裡 其實我自己可以告訴大家 真是遍地開花 核爆 之前就出了 現在真是核爆 當中吳秋北先生 都有起深夜回應 我覺得是回應 他自己發一段文出來 講到 港台的聲明真是很精彩 教育了 我們何謂港台報道下的尊重事實 不偏不以 真是嚇得死人 港台這個聲明根本是在拆自己台 看怕是心虛亂了陣腳 而且看來港台是決心 在這個不偏不以的方向上 繼續偏下去 另外多問一句 港台記者這一類人等 因為工作需要主動前往 受限區域 所造成的檢測負擔 產生的費用 政府免費提供的物資 又應該是誰來埋單呢 來到這裡 那裡顧自然大家就看到 重點就是 港台現在是不是事實陳述呢 當中他還在這個聲明裏 特意 copy上一段的post 就說 本台記者獲發的物資袋 有五包即食麵那些食物 而賓館未有罐頭刀 及煮食工具提供 我想說 為什麼這個時候 你只是copy這句說話出來呢 因為這句說話是事實陳述嗎 沒錯的 其實你說的那些 你拿了什麼食物 和賓館未提供罐頭刀 其實是事實陳述來的 但是 反過來說 有一位觀眾就直接指出了 其實都是事實陳述的 RTHK 特意把罐頭 反轉成你看不到 有二拉環那一邊 然後拍照給你看 這張照片呢 都是事實陳述來的 再加上 RTHK 走進封鎖區域 簡單說 就是說 大家 我進來隔離 然後 政府派了罐頭給我 我是沒有罐頭刀的 或者 大家 我進來隔離 政府派了罐頭刀給我 可以用手打開 但是 我沒有罐頭刀的 大家覺得 是不是都是事實陳述 大家覺得第一個演繹 我只不過把罐頭 反轉它 這一個 是不是全心誤導呢 這個是全心誤導 當它 將這一張照片 和它 進來隔離 和它 派了什麼物資 包括這個罐頭 一起說出來的時候 這個行為 就是誤導 甚至乎 OK 我只覺得有誤導 不是人人得這麼蠢 覺得那些 罐頭原來是可以用手打開的 當然我不排除 有些是不可以用手打開 但是偏偏你自己拿的東西 是可以用手打開的 在它第一個Post下面 就是一開始 它在製造誤導的Post下面 最多人Like的第一個留言 就是什麼 就是有人說 你叫林鄭出來 用牙來試試開罐頭 你有沒有誤導人 這個就被你誤導了 活生生的 他覺得這個罐頭 是沒有辦法用手打開的 他不知道有二拉環這件事 還是你告訴我 你樓下的觀眾 是覺得他叫林鄭 用牙去打開這個二拉環 喂 到底是那個觀眾約你 是不是 有沒有誤導人 不要開玩笑 之後第三個Point 就是他那個所謂的澄清鋪 Sorry 人家不是來澄清 人家是來嚴厲譴責 嚴厲譴責鋪 最後那句他怎麼說 亦都有在受限區內的居民反映 除了食物包後 家中沒有罐頭都 開不到罐頭食用 打算退還 其他傳媒亦有相關的報道 他這句說話呢 我自己覺得RTHK 故意打出來 目標就是想告訴別人 其實真的有些罐頭 是需要罐頭都才開到的 是真的 這個也是事實 不過他不小心地告訴大家 如果你真的遇到這個情況 你可以下去 不論退還也好 不論你覺得需要也好 你可以下去換的 如果RTHK一開始 真的想去報導一個 他拿什麼食物 而遇到什麼困難 那為什麼最後他不會 好像這位居民那樣 走下去解決他 不論這位居民 最後是不要這個罐頭 還是下去換另一種食物 沒問題 我直接說一句 我就是拿了所有 我可以拿的食物 而我覺得不夠食 我問他們 可不可以給我多一點點 我 我想都可以 你不要誇張到我要拿10噸 對吧 那些人不同 正常人 我那些胖子大隻的 拿多一點 政府都會給你 這一種這麼簡單的 找政府幫忙 這一種東西 RTHK為什麼在第一個post 隻字不提呢 去到最後 我想認真一點點說 RTHK真是事實陳述 又有人說他蓄意誤道 而我又真是有一點而認同 到底哪一邊才對呢 在這個時候 我想舉一些例子 大家覺得 某媒體拍著警察 只是拍著警察 舉槍 瞄準 開槍 擊斃一人 他描述這件事 但是 他隻字不提 原來 這一名 被擊斃的人士 他在 一分鐘之前 殺了不知多少個恩 拿著把刀 衝過來警察 或者他衝到另一個恩 拿著把刀 推到他後面枕 去到他面前 警察開這一槍 他形容為警暴 他是不是事實陳述 是 是 他是不是蓄意誤導 是 倒回 990個黑暴 追著一個所謂的藍絲 來打 他形容為 他報導為 現場發生衝突 一人受傷 是不是事實陳述 是 是不是蓄意誤導 都是 因為他令到你以為 是幾百個打幾百個 不是九百個打一個 你會發現 事實陳述 和蓄意誤導 是同時並存的 所以 大家最後就會見到 RTHK的記者 走進去隔離區 是事實 他分到的罐頭 是事實 他沒有罐頭 都是事實 但是他不告訴你 原來這個罐頭 根本是不需要罐頭刀的 甚至乎他不告訴你 如果你是真的拿了一個 沒有罐頭都開不到的罐頭 你是可以下去找人幫忙的 他將一些他不想你知道的事實 不告訴你 這些就是蓄意誤導 這些就是港台報導下的 尊重事實 不偏不倚 這些目的是什麼 是不是搞分化 是不是擾亂社會 你呢 是不是喪盡專業呢 大家 你認為呢 好了 整件消息看完了 我們看看細資訊 下一則消息 香港中文大學 在今個月11日 被黑衣人闖入搗亂 有保安員試圖制止的時候 被潑灑不明白色粉末去襲擊 警方到場禽獲一名涉案男子 其餘的同黨就逃之夭夭 去到昨晚的七點半左右 警方就分別在沙田 荃灣 上水 以示嫌非法集結 及襲擊他人意圖導致 不作出某些行為 再拘捕了三名遺涉案的中大男子 晚上八點幾一批探員帶同法庭首領抵達中大校園 先後前往三間書院宿舍調查 並且在社監等人員陪同下及配合下 打開部分宿舍房間作錄影搜證 過程中檢走一批證物 再下則是經濟消息 聯合國謀法會議最新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 顯示 2020年的全球FDI同比下降了42% 去到8590億美元 較0809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之後的投資低谷 還低了30%以上 不過2020年中國FDI 卻是逆勢增長了4% 去到1630億美元 在全球FDI當中的佔比也提升到19% 超越美國的1340億美元 成為全球最大外資流入國家 專家亦表示 中國FDI疫勢增長得益於科學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 以及經濟率先復甦 從經濟復甦看來 中國對外資仍然有巨大吸引力 而這個報告統計了153個經濟體的FDI數據 統計量佔全球FDI總量的98% 即是說幾乎可以當它就是真的了 報告也發現 2020年的發達經濟體的FDI 同比下降了有接近70% 去到2290億美元 是錄得25年來的新低 而2020年美國就以1340億元的FDI規模 雖然是全球位居第二 但同比減少了49% 而歐洲更瘋 FDI已經降至-40億元 這裏我都不知道它是否等於 真的有資金流出的意思 起碼就是那些錢根本不再流入歐洲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1 2 1 1 1 3